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照亮中国 我现在在直辖寺天津 现在我来到了天津的解放北路 解放北路是天津旧时的金农街 十里洋场 这是一条记录天津百年沧桑的街道 在中国近代史上 这里曾是外国银行集中地 有着东方华尔街之称 这边这栋建筑是解放北路 邮电集 这边是南洋饭店 解放北路的历史建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解放北路耗尽海河和天津火车站 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所以西方的金农家也撼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在这里跨越了英法美德四个国家的租界 这些历史建筑现在仍然在使用 这边是中国工商银行 这边是中国农业银行 街道两边都是法国梧桐 这里的建筑包括哥特寺 罗马寺 罗曼寺 瑞尔曼寺 俄罗斯古典寺 等西洋建筑 前面这一栋是中国建设银行 汽车还挺多的 我还不能走中间 解放北路全长2300米 南半段原为天津英诸界的维多利亚道 北半段原为天津法租界的大法国路 前面是中国银行 这个大柱子 具有古典主义美 鲜花也害得娇艳非常 有很多巨男靓女在打哈拍照 这一栋进去看一下 这里是圆肯滨镇金银行 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现在已经成为了中国银行博物馆 这边还有拍婚纱照的 好浪漫 这里的建筑都很典雅 交通还是挺繁忙 解放北路113号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车流量好繁忙啊 这边是原中法工商银行 很气派 天津历史风貌建筑 天津邮政博物馆 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特别的有特色 感觉解放北路的洋气 不输上海滩呢 这是原朝鲜银行 解放北路就是天津的城市记忆 也述说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沧桑 这边是东方惠礼银行 旧址 这里城市天津最富裕的一条街 中国进出口银行 天津分行 再往前走就是解放桥了 走过解放桥就是四季中 这边是天津金融博物馆 对面的解放桥我就不去了 这里就是天津百年金融街 东方法尔滋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